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零度军舞,我是小杜 不知道2001年的911事件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除了世贸中心,五角大楼也被撞出了一个大洞 事情发生后,美国军方想了各种办法来对抗袭击 其中就包括怎么不让强体那么脆弱 而最终决定的方法就是在五角大楼的修复中 用一种名叫Line X的喷毒涂料 这种涂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不过它到底有啥能耐被美国军方选中 今天小杜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神秘的黑科技涂料 这款被称为黑科技的涂料,主要成分是聚尿弹性体 将它喷涂在物体表面,在五秒内就可以迅速凝结 形成一层结实有弹性的保护层 在实验中将它喷在墙上,连C4爆破都不会使墙倒塌 喷在鸡蛋吸挂上,从高层摔下也不会碎 喷在汽车上,不管怎么砸,连坑都不会有 是不是很强大呢? 在美国皮卡之类的小货车很多 车主们会选择给自己的爱车车厢喷一层LionX 以减少货物对车体的磕碰和磨损 据估算,取决于喷涂的厚度 喷涂一辆皮卡的车厢大约需要400到800美元 而被喷涂了涂料的车更是结实耐造 子弹也打不破,更别说用钥匙刮了 从此告别熊孩子刮车的苦恼 LionX于1988年被研发出来 在1990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就已经将它用于喷涂救生艇和救生设备 2001年成为唯一获得美国五角大楼认可的军用防暴弹性涂料 并于2003年完成五角大楼防暴涂层工程 它不仅广泛用于军事领域 包括防弹衣、特警车辆、潜艇等武器装备等等 在民用领域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各种建筑、工程机械、水处理等等都有它的身影 甚至由于它还具有长期耐辐射性能 日本的福岛核电站在发生事故后 使至今日仍不断地排放核污染被水 为了应对这个情况 日本在核电站四周不断开挖大型蓄水池 6年来已建成1000多个储存容器 每个容器可储存1000吨具有致癌物质和放射性的水 经过大量的实验和试用后 东京电力公司最终认定 蓝X防护性涂料 在长期耐受放射性浮罩的性能上表现最佳 具有良好的耐久性、水密性和力学性能 以大量喷涂在核废水储存容器的表面进行防护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各位有这种涂料 你会涂在哪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期待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